从公团二楼不断穿出猛烈的爆炸声响 小小火光从窗户透出 由于一整排透电错警铃 隔壁邻居也赶紧跑出屋外 大黑消防车陆续抵达 打火地凶着装布水线 但屋内疑似对方大量爆竹 不断有冲天炮烟火窜出 而且屋主70岁的老父亲 还在屋内情况相当紧急 事件发生在屏东离港三河路上 在13号晚上10点多 蔡姓屋主跟妻子 还有70岁的老父亲 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行动物店的老父亲 疑似脾气不好 前一晚两人才大吵一架 当天晚上又吵了起来 儿子媳妇粉而离家 没想到半小时之后 父亲疑似纵火 结果命伤火海 有够可怕比地震还要可怕 这一天就是 也不怕 有外界的啦 听说就是要照顾他们的老婆 他们的老婆比较高级的 大火现场紧临隔壁联洞建筑 对面的透天错距离也很近 加上当时不断有烟火射出 旁边又是高压电线 一个不小心组林右舍 也都得跟着着央 还好最后出动的13车24人 在一个小时之内把火事扑灭 让邻居捏了把冷汗 T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